人工智慧 AI 走进日常生活不是新闻 但能够帮人写作就是新奇的事情了 美国众议员奥金·克罗斯日前的演讲内容引发关注 他介绍推动建立美国与以色列 联合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反案时 选择让聊天机器人Chad GPT替他撰告 我们必须与美国共产业专业 尽管这份演讲稿看似很普通 但这是国会史上第一次 由议员朗诵由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撰写的演讲稿 议员先对聊天机器人下指令 以法案为主题写了100字宣读的段落 并修饰出稿形成最终内容 尽管如此还是有监管单位谨慎以对 希望尽速建立机制 避免科技滥用情形 而数位媒体公司BuzzFeed表示 公司将依靠Chad GPT的创建者OpenAI 加强部分内容创作 客制化用户内容 打算让人工智慧在公司的业务营运发挥作用 消息一出也让BuzzFeed股价暴涨 中文社综合报导